两大片鲜奶土丝抹薄奶油 加上炒过的花生酱 放进烤箱加热 增添香气 先把它煎一煎那个边边 先等它好像有个年转 把它中间先封那个边 等一下炸的时候它不会爆出来 敬满蛋液的花生西多士 放进钢尾油锅 分两次炸到金黄色泽 香港花生西多士 撒花生粉放奶油淋上炼乳 超厚的花生西多士 仿佛就像蛋糕 他是香港人Andy 七年前来台读书 选在台北创业 晨曦家乡的好味道 这个老师傅 因为跟他很熟 他看到我做的时候 你整体很随便弄的 就是随便的味道 你要用心 每一个步骤要好一点 强调每个步骤都不能偷懒 Andy说香港的西多士 只有一片吃完有点空虚 让台版花生西多士加厚 连郑国臣一吃都赞不绝口 另外有台湾业者 江西多士创新 那帮你们上下金虾西多士 一切开金虾西多士 里头咸蛋黄涌出 融合风糖浆 光是用看的 就让人食指大舵 特别就是让他加了一种流沙感 对所以只要客人他们只要一切开 他是就直接闻得到那个热腾腾的 咸蛋黄的味道 来到茶餐厅有咖啡色系的沙发皮 墙上霓虹灯馆配上红色字体 瞬间来到香港 角落还摆放复古游戏集 抬头往上看 电视集播放香港经典电影 充满60年代的港式氛围 这家茶餐厅还结合韩式泰式餐点 另一家茶餐厅装潢也有巧思 像我们的这个桌椅啊 其实都是从香港特别制作 然后再运进来 那其实运送途中也蛮困难的 长洲配上红蓝靠背椅 加上花纹地板瓷砖 床上贴满黄玉郎漫画 翔龙十八腿宛如飞到香港 这家由台湾和香港人 创立的茶餐厅 西多士也改良 熔岩巧克力口味 冒烟嘛 对对对 这就是我要的 香港一般的西多士 它是比较固体 抹酱那种 抹什么花生酱啊 咖鸭之类的 我们就是比较 我们做流星 所以它的会比较新鸣一点 西多士是香港人最爱的点心 如今来到台湾 增加更多故事 口味也变化万千 TWF新闻 小明正章 启云台北报道